因为地主把既有道路围起了铁丝网 让台东泰玛里乡大王部落的排玩主人 都必须钻过铁丝网才能够回家 主人表示 太风路198项内的既有道路 早在光复初期就已经存在 但是去年地主却挖掉路面 架起水泥柱以及铁丝网阻断道路 不只严重影响居民的用路权 地主还对住户提出告诉 道路被阻断 不只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车辆更是无法进入 族人担心会威胁到族人生命的安全 台风路198项内的土地权为私人拥有 而且地主居住在外县市 相公所虽然有出面协调 却迟迟没有结果 主人只好寻求议员的帮忙 以及法律途径寻求协助 但是不管法院判决如何 族群之间的友谊已经受到伤害 记者文章给大家办台东泰马里采访报导